餐馆老板将传统穿菜做成零食,仅靠一款产品如今就年入10亿,市值高达40亿元。 它就是游游食品的创始人陆友忠,而这款产品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泡椒凤爪。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无论你身在哪座城市,超市货架上最常见的泡椒凤爪肯定是游游凤爪。 这个品牌创立20多年来几乎没啥广告,仅靠着消费者之间的口口相传,就成了如今规模最大的泡椒凤爪品牌。 那么游游凤爪究竟有何魔力,能够成为中国第一泡椒凤爪呢? 在如今临时领域竞争激烈的环境下,陆友忠又将如何带领游游食品继续进步呢? 本期创始人观察就来带大家走进陆友忠的创业故事。 1955年,陆友忠生于重庆。 在诸多创业者中,陆友忠属于大气晚成的那一类。 在大学毕业后,陆友忠一直在干基层公务员,在他26岁时刚好赶上改革开放。 他便又去了游中区一家饭店当经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餐饮管理经验。 不过一身技能的陆友忠却一直没有急着创业,等到他36岁的时候,他才踏上了创业的第一步,开了一家火锅店。 总所周知,在川域地区开火锅店,差不多就相当于在北极卖冰箱相当难成事。 由于竞争过于激烈,陆友忠的火锅店创立许久也没啥起色。 要不是陆友忠丰富的餐饮行业从业经验,他的小店估计早就倒闭了。 在开了几年小火锅店后,陆友忠甚至想干脆认命,就当一个小个体户挺好。 然而,命运不允许他这么频繁,在一次平平无奇的新菜上驾驶,陆友忠无意间找到了自己的财富密码。 时间来到1997年,陆友忠打算换换赛道,不再搞竞争激烈的火锅,而是做传统的四川泡菜,希望能借此打开局面。 起初陆友忠对这次改革并没抱太大希望,因为四川泡菜跟火锅一样,都是在川域地区烂大街的东西。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这种随处可见的泡菜一旦和现代餐饮结合起来,将会产生相当惊人的商业价值。 在陆友忠将泡菜菜品作为饭店的主打菜之后,他原本生意一般的小店顿时就火爆了起来,在经过市场调研后,陆友忠发现了原因。 那就是,四川泡菜虽然在四川遍地都是,但大部分泡菜都是豆角之类的素菜,很少有人尝试泡荤菜。 而陆友忠搞出来的山椒泡荤菜口味异常美味,尤其受年轻人的欢迎。 在餐饮领域干了十多年的陆友忠,迅速意识到其中的商业价值,开始将泡椒荤菜作为招牌产品进行销售,很快就将原本的小饭店做大座墙,成了重庆知名的特色餐馆。 不过陆友忠此时又有了新的烦恼,那就是同行开始跟进了,因为四川泡菜本身的技术门槛并不高,在置其原理之后就很容易进行模仿。 眼见陆友忠靠着泡菜发了财,整个川域地区的餐饮老板就开始有样学样,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泡椒菜系,让市场的竞争一下子大了起来。 只不过陆友忠并不打算留在这个领域和同行们死磕,因为他发现了泡椒菜系的新市场——零食领域。 90年代末期,魏龙等经典辣条品牌已经诞生,这种红油面筋靠着甜辣开胃的风味让消费者趋之若鹜。 而陆友忠就认为,泡椒凤爪和辣条差不多,都可以做成带装小零食出售,并且还能打破川域地区的地域限制,将泡椒菜卖向全国。 既然愿景如此美好,陆友忠也果断行动起来,他将自己的饭店卖掉,用500万元现金建立了游游食品,开始研发带装泡椒凤爪。 当然,企业出创还是比较困难的,陆友忠毕竟此前只是餐饮经理,并没接触过食品工业,因此游游出气的凤爪经常出现包装涨袋、漏水等问题,让陆友忠亏了不少钱。 不过陆友忠并没有因此气馁,在不断的失措中,陆友忠终于在1999年推出了成熟的凤爪临时产品,并与童年申请了专利。 就这样,中国第一款泡椒凤爪临时诞生了,事实证明,酒香不怕巷子深是有道理的。 泡椒凤爪以其独特的风味和爽脆的口感迅速征服了全国爱吃辣的食客的味蕾,陆友忠甚至不需要自己打广告,仅靠消费者之间的口口相传就能让自己的凤爪活起来。 不过陆友忠并没有就此懈怠,他知道泡椒凤爪和他当初的泡椒菜一样,迟早都会有人模仿而形成竞争。 因此,在游游食品创立初期,陆友忠还是花了不少钱在研发领域的,不断对凤爪的口味、生产工艺进行改进。 就这样,游游凤爪逐渐奠定了中国第一凤爪的位置,只不过二十多年过去,游游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2015年时,陆友忠想过不能只靠凤爪这一个母鸡下蛋,便开始研发新产品。 期间游游食品推出了泡椒豆干、泡椒竹笋等零食,但销量都很一般,无法复刻当初泡椒凤爪的巨大成功。 实际上,直到今天,游游食品80%以上的营收依然来自泡椒凤爪,陆友忠搞新产品的尝试并不怎么成功。 其中原因比较复杂,既有新兴零食品牌的崛起,也有陆友忠对广告宣传的忽视。 尽管如此,陆友忠也认为研发新产品不能就此放弃。 他表示将会把泡椒猪皮作为西一代产品投入市场。 这一次陆友忠相当认真。 为了做到他的泡椒猪皮计划,他特地从西班牙搞到了不少专门用于产皮的进口肉猪,还对原本的泡椒卤水进行改进,让其更加适应猪皮的质地和口感。 陆友忠曾在记者面前豪言道,他要将泡椒猪皮做到10亿元的规模。 从目前来看,游游食品的泡椒猪皮计划准备还是十分充分的,并且泡椒猪皮作为经典川菜,口味也并不比泡椒凤爪要差,有着成为优秀产品的潜力。 不过商界风云莫测,陆友忠究竟能否成功,还得交给时间和市场来回答。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请为我点赞转发,你的每一次鼓励都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